嗨,晚上好呀,今天老妈来做一个简单,漂亮的元宝小馒头 这是老妈提前发好的面团,里面有很多蜂窝状的气孔,就发好了 案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,把发好的面团拿出来揉搓排气 揉好的面团把它搓长条,下12个大小均匀的小面剂 因为元宝馒头个头是比较小的,所以我们要下12个面剂 拿一个小面剂像这样把它揉匀,然后稍微把它搓长 像这样就可以了,用手把它按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牛舌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,用刀子从一半的位置对半切开 然后把它卷起来,从头卷到尾 接着像这样把它对折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,把这个边缘用手稍微掰一下 一个元宝小馒头的生坯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全部做好之后上锅蒸15分钟把它蒸熟 这是我们蒸好的小馒头 红松轩软,做法简单 不回缩,不塌陷 美味可口,特别好吃 你们学会了吗? 喜欢的话就给我老妈点个赞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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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